大家好,我们在这期课里面跟大家一起学习如何帮自己音色通道进行编组 那么编组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方便于我们进行管理 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个布进音讯器里面加载很多的这个音色通道 很多很多,有这个音频剪辑,有这个Lop音色,有虚拟乐器,有合成器 还有这个控制信息等等,都会在这个音讯布进器里出现 都是以这个音色通道的形式出现的,所以说会打开很多很多 那么这样子呢,就不方便于我们的管理与操作了 那么我们就要学会如何去进行什么,进行编组 OK,我们现在呢,来添加随意的添加一些音色进来 随意的添加一些音色 添加一些音色 OK,现在呢,我觉得这四个呢,这四个哈 这四个是水果机默认的带来带给我们的低谷,拍手,小叉,军谷 我觉得把它分一个主 OK,我现在用右键的方法进行单选 把这四个选择上以后 点击通道,点击分主所选 然后写上什么呢,水果机后的FL 给我们准备 给我们准备 敲一下回撤 OK,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看一下 点击一下就可以有全部有这一个 帮我们进行,我们刚才自己分组了一个,全部分组 OK,那么现在呢,我们打个比喻 由现在有这个乐器音色也进来了 比如说我现在找一些乐器 找一些乐器音色 找一些乐器音色 我们来随便的找到一些乐器 我们右键在新的通通打开 注意了,这个时候 你如果说在这个指定好的这个地方打开 那么你这个 乐器音色就会自动的编到这个组里面了 我们先选择全部 然后在新的通道中打开 在新的通道中打开 在新的通道中打开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都是乐器 都是乐器 OK,那么现在我可以把它们单选上 把它们单选上 这个用通过右键的方法选择上他们 然后点击通道 点击分组 写上乐器 写上乐器 OK,这个就可以了 现在这里面有FL给我们准备了这四个 还有我们后添加了这个乐器 那么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干什么呢 还可以说直接在这里右键 然后添加过滤分组 添加一个什么 添加一个鼓主 我们添加一个鼓主 鼓主这个分组 当添加这个过滤组以后 它这里面是空白的 那么我们直接在这里面进行添加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再添加这些 简单的这些音色 新的通通打开 大家会发现 它添加的时候 自动会添加到这个鼓主 这个分组里面来 如果我们选择FL给我们准备的这个音色 它同样还是四个 还有这个乐器 同样也是这几个 我们这个鼓主 我们刚才添加进来的 所以说 比如说我们在没有打开音色之前 我们习惯性的先添加过滤分组 比如说我们要打开鼓主 我们要添加一些这个 比如军股 敌股 等等 那么我们先添加过滤分组 添加一个 比如说鼓主 我自己的鼓主 然后敲一下回车 这个时候呢 你就添加 添加你所需要的音色进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随便什么音色 添加进来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是你所添加的鼓主了 或者说你还可以添加过滤分组 比如说Lop 或者Lop股 敲一下回车 这个时候再来添加 添加很多 你喜欢的音色在这里面 比如说要用到的 你就添加到这里面来 那么这样子呢 就方便于我们管理了 我们说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都知道 我要找哪个音色 我就会直接到哪一个组里面去找 而不是说像这么多 我还要进行拉动这个滚组 然后进行找一个个找 那么这样呢 就很难是不是 我们在这个双击 就可以直接收起来 大家注意了 在这上面双击 收起来以后 在这里选择 鼓主 收起来 选择 乐器 假如说很长 你一直要找到这个下方 比如说还要到这个下方进行选择 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有一种会计的方法 在上面双击 把它收起来 以后我们选择 比如说Lop股主 比如说乐器 我们都可以进行找到 很快的找到某个音色通道了 是不是 OK 那么在资产面右键还可以进行删除过滤分组 还可以从命名过滤分组 我们先删除过滤分组 好 点击确定 好 这个时候 删除过滤分组不是说要把这三个月器进行分开 进行这个三个月器 我们现在看到月器分组没有了 但是这三个 刚才我们添加了这个月器音色 冷冷的在 请注意了 这一定要去分开 OK 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三个月器音色 给它选择上 然后点击通道 当然老是在做演示 不是说删除一碗添加进来 这样 好 重新把它编组 是不是 好 那么在这里还可以重命名 这里一个重命名过滤分组 我们重命名一下 比如乐器01 也有可能说你添加很多乐器 比如说 这是乐器 然后酷弧 贝斯 比如说贝斯 或者说 我们也可以 这个 乐器 然后这是什么乐器 旋律乐器 旋律乐器 那么还有什么 比如说 极致和弦音乐器 或者说铺底乐器 我们都可以把它分开 进行编组 那么我们在这里很快就能找到 我们所想要的乐器了 或者说所想要的这个音色通道 很快就能找到 OK 那么 这个给音色编组的方法呢 非常简单 我们就讲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大家对3w.djdkk.com 无取教程网的支持 同学们 我们下集课再见